为了呼吁市民乡亲10月13号 踊跃站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票 立挺市长谢国良 立法院国民党党团书记长洪孟凯 陪同市长谢国良进行扫接 沿途许多热情民众来为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大家好 大家有讲好吗 美女才会一起来这边 有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福原色法郎 祝福原色法郎生意兴隆 谢谢 加油 刚捐完血的帅哥 跑过来要跟国良市长握手 有接小朋友下课的小人阿公 要跟国良市长握手 有送Uber的外送小哥 要过来跟国良市长握手 每一位都是我们真正正正在地的基隆乡亲 用你们实际的行动 来告诉基隆 来告诉国良市长 你并不孤单 诚挚地感谢六位委员在立法院开议 这么忙碌的时候 还来相挺国良 也给国良加油打气 我们掌声感谢他们好不好 这一段的时间以来 大家已经都看得非常清楚 三次的法院 已经驳回 我们对照的所有的诉求 处餐的主管机关财政部正式的裁定我们的评选 合乎法律效力 最后我们的基隆地检署已经起诉了当年我们决定不续约的大日企业 从三个不同的公务机关都证明了基隆市市政府不但守护市场 而且当年所有的行政主份相关的裁定都是依法行政 大家说对不对 对 除了立委洪孟凯 还包括国民党籍立委林沛祥 徐巧鑫 廖先祥 马文君 苏清泉 六位北中南立委大集合 齐聚基隆扫街 最后在东岸商场的外面进行会合宣讲 这一次的罢免案 这一次基隆的罢免案 只有仇恨 没有论述 刚才一路走来 比较热的是一点 大家都支持谢国良 但是有可能就没来揣投票 如果今天不投票 可能对方过了这个门槛 根本不是多数市民所期望的 投票非常非常重要 拜托大家10月13号一定要出来 你讨厌网区 10月13号投哪张票 不投票一张票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提到 原本9月6号有一场反罢免的造势活动 但因为考量台风的外围环流 确定延到10月初再举办 真的对市民朋友非常的抱歉 但考量到我们台风的外围环流 所带来的风雨 以及我们现在城市 以防灾优先的一个需求考量 所以我们会将我们9月6号的造势 改到10月初 改到10月初 在这边对市民朋友真的非常的抱歉 有关于新的造势的一些细节 一确定以后 一定马上来跟大家来报告 恶霸挺善良 我们不同意罢免 针对这次的罢免投票 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 许多市民好朋友一路支持 但也担心有人因为不了解 而没有出来投票 因此特别和党籍立委议员们 加强向市民宣传 再次呼吁市民相亲 10月13日永远出来 投不同意罢免票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市长谢国良 记者黄绿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YK